《東方日報》社論 現屆政府為了加快上樓 敗出積極有遺狀 當中包括推出簡約公屋 以及出招打擊藍用公屋 事實上 當局打擊藍用公屋不力 就連申訴專員公署也有不滿 可以看到最新公屋 一般申請平均輪候時間 上升至5.6年 不少人的實際輪候時間更長 當局將封頂年期列為6年 其實並無多少意義 尤其不少申請者為了工作 必須住在市區 寧願等候更長時間 以致輪候大軍沒有最多 只有更多 高官一味閉門造居 自我感覺良好 上樓難於上青天 又何足為奇 明報社評 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上星期在北京召開 會議提出必須將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新時代的硬道理 必須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 由確立明年的經濟工作 穩中求進以進速穩 先立後破十二次方針 顯示中央將明年經濟增長 時作頭等要務 但仍然是穩自當頭 對於以進速穩的提法 亦並非意味追求更高的增長率 而更加注重在轉方式、調結構、提質量、增效益上積極進取 對於以後